好的 欢迎回到3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宇舟 中国最知名的大亨之一 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辉 28号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这名邓小平家族的前女婿对法庭表示知罪 并且请求宽大处理 她被控非法集资和职务侵占 文件显示安邦保险集团作为私企 资金雄厚 内外通吃 其高调收购的脚步遍及美国 加拿大 欧洲和韩国等地 她的国内投资对象则包括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名牌大牌 有分析称吴小辉一案显示 政府在如何追究一些个人的责任 而这些人的冒险集资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债务危机 那么14年前由吴小辉组建的安邦保险集团 如何得以短时间之内连聚巨额的资本 并且在高调收购行动中频频得手海外呢 吴小辉是抢到了馅饼 还是踩进了陷阱 参加这部分讨论的三位嘉宾是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博士夏明教授 时事评论人士 作家陈破空先生 以及时政观察人士秦伟平先生 我们欢迎三位 好的 那么首先我想问问这个吴小辉案呢 总体来讲呢也是显得非常的突然 那么也带一些神秘的色彩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秦伟平先生 您对这个案子总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吴小辉这个案子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从中国政府接管安邦集团 到审判吴小辉标志着中国债务危机 中国金融危机已经是局部爆发 它不光光是只是对一个企业比如说资金乱象 这些惩罚而是中国政府在遏制这个全面的 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 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 这个事情可能过几年之后会被全世界所公认 现在是非常关键一点 谢谢 好的 谢谢秦先生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破空先生 那么这个吴小辉呢是被控两个罪名 你想您对这两个罪名有什么样的这个解读 那么还有呢他是说他刚开始呢是抗辩 那么最后呢表示认罪 但是呢是要求从轻罚落 那么据称呢像他这样的这个罪信 如果是认定也这个最后呢他要被判的话呢 可能最高可以判到这个无期徒刑 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这两条罪名啊 一个叫做集资诈骗罪 一个叫职务侵占罪 这两个罪名呢倒不让我吃惊 让我吃惊的是两个数字 前面这个罪名涉及的这个集资诈骗罪652亿人民币 后面这个罪名设计的是100亿人民币 这两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 这两个数字如果这个钱呢拿下来的话 习近平号称精准扶贫 那么可以说 一下就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这个扶贫问题 逐渐红色权贵啊 以吴小邦为标志的这个红色权贵 红色家庭面财的这个这个惊人 而吴小邦 吴小辉仅仅是落马人之一 我想其他的大量的红色家族 红二代红三代 以及他们的外戚啊 手上练财仍然是无数 甚至可能是超过吴小辉 他们并没有受到触动 那么这个吴小辉 这个说是先不认罪 我认为他这个法庭抗辩是合理的 如果中国的这个法律啊 这个是受党领导 肯定私下有人威胁他 如果他不认罪的话 恐怕这个罪发的更重 说他怕死 说不得不假装认罪 其实他这个认罪是违心的 因为他实际上作为一个私营企业 他有很多值得抗辩的地方 因为中共的这个法律漏洞的确很大 而且他还说他自己并不清楚 那些法律是否构成犯罪 他不得不认罪是害怕 但是我相信这个判罪至少是无期徒刑 甚至有可能是死缓 甚至死刑 因为习近平正要把这个 像吴小辉这样的个人资产的 拿为国有 就好像当年的这个嘉谦皇帝 要把这个和声等人的财产拿为国有一样 来补贴国库 然后供这个政府来挥霍 所以说极有可能杀人灭口 因为吴小辉还涉及到其他很多 比如邓小辉家族 陈毅家族等等这些秘闻 如果不能杀人灭口的话 也会让他这个以某种原因 朵猫猫死 喝水死 死在狱中 好 谢谢陈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住所周知吴小辉呢 他是邓小辉家族的这个女婿 这个外孙女婿 尽管是前任已经离婚了 但是呢 您觉得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呢 对于他来说 现在的他来说呢 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对 吴小辉呢 这种多重身份呢 可以折射出中国目前的许多的这些问题了 那么第一个他作为一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 那么他的成功 那么也代表了就是中国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呢 那个民营企业家了一路杀来 那么这里边呢 当然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了 他通过那个不断的这个婚姻呢 那么据那个官方的报道呢 也已经有三次婚姻 那么最后是跟那个吴小兰 对那个跟那个就是邓南的这个女儿了 那么就是那个结婚了 那么成为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婿了 那么当然就是有一种那个跟红色家族呢 那么挂靠的这么一个意味 所以呢显示出他这个寡头政治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发展 但是最后你看到吴小辉呢 在去年六月呢 那么被就是限制以后 那么很快就进行了 就是邓家就对那个吴小辉进行的切割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种民营企业家呢 在整个权贵的这个那个寡头政治中呢 作为一个棋子或者白手套了 那么被用了以后了就像口香糖 就像王立军讲的就这个口香糖 这个嚼了嚼了就被吐出来了 那么这种悲惨命运呢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可以看就是吴小辉 他卷入了中共目前呢 在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的情况下 各个派系那么进行争夺钱袋子的这个斗争 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2015年的那个就是股市崩盘以后 那么中国政府呢 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那个逐渐加剧的这种金融和经济的危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有许多的民营的那个商人呢 他们呢就在那个那个协制外逃 而这个协制外逃当然了很多 我刚才讲到也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那么甚至就是习家本身 那么他们的白手套呢 在全世界呢运作 那么全世界收购 而收购本身就是一种外逃资金的方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作为当家人 他当然会支持他自己的亲戚在外并购 比如说像就是那个吉利会那个收购 就是那个Diamster 就是奔驰公司股份一样的 但是呢 那么我相信习近平为了他的自己的权利呢 是不允许其他的硕属 把资金的抽空 那么最后给他带来经济崩溃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要出手 最后一点呢 我想讲一下 破空讲的那个我认为是非常对的 就是说吴小辉呢 如果以他这种那个数额 而且是以这种那个非法集资 如果我们想想前面 一个浙江的民营企家吴英呢 他的非法集资 那么也就是几个亿或者什么 那么最后就把他给判处死刑 那么当然最后因为各种那个申诉了 把他给判成死缓 那么如果以这种就是那个尺度来衡量的话了 给吴小辉那个判处死刑呢 那我觉得了在中国的法律体系 和当今的政治那个形势下了 那么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的审判地点是在上海 那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呢 恐怕跟把他审判地点放到 所谓的山西河南 或者放到其他的内地城市来看了 我觉得恐怕有一定的选择 因为毕竟上海了 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而且是邓家了 那么影响了 包括江泽民那些影响的非常广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呢 最后呢 恐怕那个会 吴小辉会免于一死 好 谢谢夏教授 接下来秦为平先生 我想问您就说呢 其实吴小辉作为邓家的这个前外甥女婿呢 这层关系呢 尽管是外媒不停的报道 但是国内呢 基本上就是不太说 这样一层关系 但是从您的观察来看呢 就是吴小辉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是他个人的责任大 还是邓家的这个责任 以及还有这个红色帝国本身的这个责任呢 我认为吴小辉走到今天 完全是他就入自取 跟他之前邓家外甥女婿 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我们知道吴小辉 他这个发展历程 才短短十几年时间 把安邦整个资产规模 差不多近两万亿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数字 在海外大肆收购 酒店保险公司 甚至入股银行 在国内大肆销售 他一个非常有问题的 叫万能速写这样一个产品 刚才我们谈到说吴小辉涉案 他现在这个金额 好像问题资金是600多亿 其实据我观察了解 我认为这个数字至少要扩大10倍 很多可能为了公众的影响 没有把这个政治数字告出来 我们查到一些数据 就是他光他安邦的那个万能速写 给公众投资者 其实大概有4.4%到6%一个回报率 加上他们的销售成本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给予一个稳定的回报 这个项目在2017年 他吸收的资金 公众资金有多少呢 就涉及到7200亿人民币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如果说每一个投资者 投资1万元来算的话 大概有7000多万人 涉及到里面了 所以中国政府是非常紧张 非常担心说 这个吴小辉设计的 更是一个庞氏骗局 他后面没办法去兑付这么多 其实是一个投资理财产品 这样一些资金 这一旦爆掉 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影响 吴小辉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 正常来说 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 对不对 你把企业按部就班的发展 他可以过一个 可能是像正常的企业家一样的 好的生活好的结局 但是他实在是贪婪无厌 在中国这个经济形势 发生很大变化 外汇储备很紧张的时候 一方面在国内向公众去吸收这些资金 高到7000多亿 另外肯定还有数千亿的 从中国国有银行 或者民营银行 银行里出取的资金 然后在海外大肆收购 这个是等于是踩上了 中国政府刚好碰上了这个红线 他外汇储备又很紧张 加上现在又要遏制这个金融风险 所以他成为一个牺牲品 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所以他后面的结局 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惨一点 谢谢 所以他基本上是到了一个 忘乎所以的这么一个境界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这个陈普空先生 那么事实上 吴小辉的安邦 他背后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非常非常多的线索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 就是陈小鲁 就是陈毅的儿子 那么他也是安邦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他在2月份 突然的去世 那么这个之间 有什么样的疑惑呢 这个其实吴小辉的案子 这个跟邓小平家族 陈毅家族 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所以现在不公平的在这里 当然对吴小辉来说是 他在这个自己做大的 做父的时候 没有为中国的民族和法治 做过一声呼唤 所以今天受到不公正的代表是应该的 那个就像薄熙来等人一样 周永康等人一样 所以受到这个同样 自己建立的法律体系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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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戏 那么 首先一人出资一亿 一亿元建立了所谓的上海标准什么基金 首先我要疑问的是 他们两人为什么有这个一亿元 一亿元可是数字不小啊 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 哪来的一亿元 因为你是当官也好 你的一亿是哪来的 你邓卓锐那么年轻 而当时二十多岁 有一亿首先成了这个公司 这是第一步 这个资金来面就有问题 第二 这个2004年 这个陈小鲁亲自做谋 介绍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吴小辉跟这个邓卓锐认识 而且成婚 而当时的吴小辉 还有婚姻关系 说这个是相当的不道德 有有夫之妇 拉过来应跟邓小平的 这个外甥女系给配 外甥女给配上 第三 这个吴小辉这个人 本身呢 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蓝板的这个邓文提 我这个 好的 谢谢陈鹏黄县 您那边这个声音呢 有一些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 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 在网上的这个现场评论 第一位呢 是傅政辉 他说呢 吴小辉在安邦案认罪 证明当年 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政策呢 是特权阶层先富起来 同时也证明 习反腐打贪 不分远近亲疏 我们盼望中国大陆 继续打老虎 也能将外逃大陆的 台湾重大经济犯 绳治依法 接下来位呢 是袁盛基 他说呢 安邦就是帮着体制内权贵 在洗钱 这是不争的事实 习不抓他 国内金融市场就得瘫痪 那么刘翰呢 他说 请问秦先生 中国大陆开放金融市场 对债务危机 有什么影响 那么等一会儿 我会请秦先生 来回应这个问题 接下来位是廖聪明 他说邓家外甥女婿 显然没有站队 站上队 拿来开刀杀鸡 井猴呢 是席地的权谋 中共像吴小辉这种 太多太多了 席地敢全部拿下吗 显然不敢 也不能 接下来位是玉玺 专制体制 一直都是 一代天子 一代臣 邓家的时代过去了 其势力被清理 很正常 接下来位是乐乐 习集权之后呢 打击各行各业的 豪强是必须的 这样才能驱逐权贵 对政府的影响 但是呢 这样很容易误伤 普通百姓 比如前段时间 关于取消海外定居人士的 上海户籍一事 虽然最后 上海政府 暂缓执行 但是重压之下呢 其有完卵呢 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 中国社会将会出现 因极权而导致的 各种优点和弊端 那么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请问 这个秦先生请您回应 中国大陆开放金融市场 对债务危机呢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最近 中国政府在表态 开放金融市场 特别是对美资的企业 那是因为 现在在中美贸易冲突 这样一个阶段 中国一个官方表态 我不认为 它最后真的会 完全开放金融市场 这是他们的一个表态而已 如果说真的开放的话 我相信最后的结局 可能是 中国一些优质的金融市场 可能是以 非常低廉的价格 被一些外资企业 去掌握这样子 对于中国的债务危机 还有金融危机 并没有实质的影响 我相信那些外资企业 如果真的要进来 中国市场的话 可能是等整个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全面爆发之后 整个资产价格 会跌到很低的一个样子 然后他们进来抄底 这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 谢谢 好 谢谢秦先生 那么接下来 夏教授 我也要请您 简单的回应一下 刚才我们众多的 这个网友 他们所提出的评论 那么同时呢 我也想问您 其实呢 说到这个吴小辉呢 我们也想到了这个肖建华 那么还有呢 王健林 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是不是都是这个 中共红色帝国里的 这个林子里所养的鸟 那么当他们被需要的时候呢 会得到锦衣玉食 会被喂食 但是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呢 就会被裂捕 对 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中国过去十几年呢 有这种那个寡头呢 这个权跟那个钱呢 那么相互的这个联姻呢 那么最后造成了许多的恶果 那么但是这里边呢 吴小辉事件呢 我觉得更有他的那个独特性 就在于 因为前面的 无论王健林 那么他的设计的 这个企业的领域呢 相对于就是 吴小辉来说是要宰得多 而肖建华呢 毕竟呢 他是在香港坐镇了 那么想做空 那个就是股市了 这些东西了 帮助就是那个圈钱 或者是投资 但是呢 吴小辉他涉及到 这个整个保险公司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那个就是 2018年的 那个就是2008年的 那个金融风暴的过程中 美国政府出手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那个AIG 那么最后的话呢 出现了就是危机 因为AIG作为 美国最大的那个保险公司 那么他在那个 整个那个经济过程中 他取得这个 多方的联络的 结构性的 各种功用了 那么是其他的 比如像一个 利曼那个兄弟公司呢 那么是没办法相比的 所以美国呢 最后就要出手去挽救 整个美国的 那个整个公司体系 所以今天的话 安邦公司呢 作为一个 中国第三大的保险公司 那么他现在面临着 政府呢 把他给托管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 他对整个中国的 国民经济呢 那么影响了 重创的是非常大的 这里边就涉及到 刚才说的 那么金融风暴的 那个可能 那个就是 已经爆发 中共呢 现在是在想 把他给捂住 而这里边呢 也一定会走进 就是中国现在的 就是这个债务危机了 那么现在在爆发 那么公司与公司之间的 债务链条呢 也会那个破裂 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公司呢 现在已经被那个 那个收购 或者他们在股市 已经受到重创 还有很多的 那个不良商人呢 早已经就逃跑 那么已经那个 转移到海外 那么所以在这么情况下呢 这个债务危机 最后会形成一个 那个就是通货紧缩 所以债务危机 跟通货紧缩呢 我觉得会让中国的 许多老百姓 一下看到他们过去 几十年激烈的 财富效应呢 消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种债务危机 通货紧缩 引起的整个账本的危机了 恐怕才会是 西方国家 要来入局 来收盘的这个机会 好 谢谢夏教授 那么陈光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吴小辉出事之后呢 中国的保监会 暂时的接管了 这个安邦公司 据说呢 好像是为时一年 我想问问您 您对这个做法 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那么就是说呢 涉及到安邦呢 我们刚才在岛屿中 也说到 他的这个海外的并购的设计 美国 加拿大 欧洲和韩国等地 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些 这个海外的资产呢 也会变为 这个中共的党产呢 这个 就用国家来接管 这个一个名义上的 私人企业 这是不合法的 而且这个产权关系 股东关系 怎么处理 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因为技术问题呢 我刚才很多话都没讲完 我还得回头来讲一下 就说那个 陈小辉在二月份 因为那个二月份 那个吴小辉被起诉 陈小辉突然就在 二月份死亡 我想陈小辉 肯定是受到了压力 中纪委找了谈话 虽然不会法办他 但是要他谈清楚很多问题 导致他突然脑移血 心脏病死亡 另外这个邓小辉的 这个外甥女 这个邓卓瑞 突然这个分居离婚 也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习近平要对吴小辉开刀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马上切狗 这个也显得非常的卑鄙 因为 因为吴小辉 毕竟跟他是夫妻 就眼睁睁推在狱里 不管这个于心何忍 那么事实上 这个吴小辉的事业 就是2014年 他突然爆发 就是借助于这个 邓小辉的外孙女 所以邓小辉的外孙女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如果不法办 邓小辉的外孙女 不法办那个 陈毅家族 那是非常的不公平 证明中国的法治 就是一场儿戏 而吴小辉之所以 涉案有几个名 他卷入了权力斗争 一个是2015年的这个股市 他跟习近平背后抬杠 在上海那边 跟好多这个 这个这个江派的商人 抬杠 这是一次 卷入权力斗争 第二次是 海外的这个爆料 他也卷入了 那么这个习近平方面 是感到非常恼火 再一个就是说 在国内 他又跟这个王岐山的 那么下面的人给杠上了 那就是这个财新杂志的 这个叫做胡舒立 给杠上了 所以他卷入权力斗争 威胁了习近平的权力 从经济上威胁 才是习近平拿下他的原因 所以我说 他是蓝版的这个邓文迪 靠蓝色上位 邓文迪在美国 靠蓝色上位 到处这个开疆拓土 商业帝国 这个蓝版的邓文迪 就是这个吴小辉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资色 蓝色有什么资色 就这温州市的高官 也给他攀上了 然后浙江省的高官 给他攀上 最后攀上邓小平的外甥女性 一路走一路离婚 一路睡一路这个结婚 然后一路的发达 我想这样的 像这个过去的 这个金平每所描述的一些情节 证明了中国社会的 这个腐朽腐败 和这个没落的这个特征 谢谢陈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请问 秦伟平先生就说呢 审判这个吴小辉呢 我们刚才 陈墨公先生谈到的 主要还是政治原因 就是他得罪了 习近平在很多方面 我想问问你 就是他 现在这个习近平整肃 他究竟是为了整肃 这个红色家族呢 还是真正的要整肃 这个金融市场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用资本的大胆来敛财 这样一个做法 然后呢 再用这个监管的手法呢 来进行打压呢 这个也是屡事不爽的 一个手法 那么再把这些财产呢 装进自己的口袋 那么中国是不是以后 还会一直用下去呢 秦先生 大家好 我个人观察了 我觉得 这次整肃吴小辉呢 他基于经济原因 会多于政治原因 可能政治原因会存在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 经济形势 加上这个债务风险 金融风险 是非常非常高级和严峻 这一点呢 中国政府 他非常非常清楚 这一次 之所以选上安邦 做一个接管他资产 加上重审吴小辉 可能后面马上要重判吴小辉 其实可以看到 中国过去几年 从他鼓励说 企业走出去海外 输购什么四大金刚 除了安邦之外 还有海航 还有万达 还有复兴 我相信这一次 应该算是叫杀一锦百 不光是沈吴小辉 判安邦什么事情 更多是给其他的一些 处于相同或者接近状况的 这些民意也好 或者官商勾结也好 这些所谓有关系的 这些白薯套也好 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 这就是说 中国政府现在 以前可以纵容你们去 坑蒙拐骗 去捞钱也好 去骗钱也好 去转移资产也好 但是现在整个国家 他们执政党面临这样一个 巨大的生死争亡的威胁的时候 他们是不计一切代价 去要去整肃这个事情 所以该搜索的搜索 该坦白的就坦白 我个人感觉是有这样一个意思 那另外说 他们的资产会不会被 整个国家收编 被中国政府 或者纳为国库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从现代财务学 或者商业的意义上来 认真的去评审这些企业的话 很多企业它看起来 特别是刚才讲的 四大金刚这些企业 资产金额非常大 可能高达万亿 甚至数万亿 但是跟他们的负债起来 比起来 我如果真正的测算一下 他们搞不好都是负资产 一万亿的资产 如果负债有9000亿的话 看起来还要有1000亿的净资产 实际上在整个 这些危机全面爆发之后 他们的一个债务 他们的实际资产 都要大打缩水 欠银行的钱 欠这些投资商的钱 吸出公众的这种渠道来的钱 它根本就没办法付上 所以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不认为说 中国政府从接管他们身上 能捞到多少油水 那前提是要把银行的钱 还有公众的钱 全部还回去 当然在中国现在 这个政治环境下面 很有可能 具体操判人 会把这个烂账 最后都扔给银行 扔给投资者 实际上还是有些资产 被他们中饱私囊 或者说直接纳入国库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焦点对话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夏明教授 陈沐红先生和七伟平先生 以及上半场的 丁学良教授的精彩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观看 焦点对话 我是宇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